Proa和Taihai 谷歌计划在日本和美国之间铺设海底光纤电缆 在全球通信和数据交换至关重要的时代 扩大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战略当务之极 进入Proa和Taihai光纤电缆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举措 有望彻底改变日本 美国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连接 Proa以马里亚纳群岛的传统翻船命名 是一条连接日本 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CMI和关岛的海底电缆 Proa有谷歌、KDDI、Arteria、Citadel Pacific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合作开发 在美国大陆和日本岛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光纤线路 它的使命不仅仅是连接 它体现了韧性、进步和文化遗产 Proa这个名字概括了合作的本质 反映了迈向一个更加互联和繁荣的太平洋地区的集体旅程 Proa的路线提高了可靠性 确保了远距离的无缝数字通信 太黑源自日语中和平和太平洋的意思 象征着和谐与统一 这条NEC电缆将日本和夏威夷连接起来 弥合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地区之间的差距 太和的部署强化了日本对全球互联互通 促进经济增长、研究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承诺 当数据在太和的光纤中流动时 它不仅承载着信息 还承载着合作精神和共同愿望 为了提高可靠性 同样由NEC为谷歌开发的台湾菲律宾 美国TPU电缆系统将扩展到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 TPU与Proa共同建立了一条连接美国大陆 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关岛和日本的强大路线 此外 塔布阿系统以前计划从美国大陆延伸到斐济和澳大利亚 现在将延伸到夏威夷 这些相互连接的电缆 TiHi Tabua和Pro创建了不同的路径 确保了冗余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太平洋岛屿用户的延迟 谷歌在与日本的数字连接方面投资10亿美元 凸显了这些电缆的重要性 太平洋连接倡议旨在增强社区能力 民和地理差距促进公平获得数字服务 正如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帮省长阿诺德帕拉西奥斯 恰当地指出的那样 ProA代表着岛屿的韧性 进步和机遇 夏威夷的Connect Kaku倡议呼应了这一观点 强调为所有人提供可靠且负担得起的高速互联网 ProA和TiHi电缆不仅仅是基础设施项目 它们是经济催化剂 通过减少延迟和增加带宽 这些电缆促进了无缝数据传输 实企业 研究机构和个人授意 电子商务 金融交易 远程医疗和云服务 都将从改善的连接中获益 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帮 关岛和夏威夷 现在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 这些电缆也吸引了投资 因为公司在其线路上寻找战略位置 数据中心 着陆站和技术中心的出现 创造了就业机会 刺激了当地经济 当我们庆祝Proa和Tai Hai的竣工时 我们将目光投向地平线 太平洋连接倡议仍在继续 探索更多的路线 合作伙伴关系和创新 跨太平洋团结 这些电缆象征着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团结 他们提醒我们 我们的共同命运超越国界和时区 数字丝绸之路 正如古代丝绸之路连接文明一样 这些现代电缆编织的一个数字之物 使思想 商业和进步能够自由流动 赋予社区权利 从塞班岛的渔民到潭香山的科技企业家 Proa和Tai Hai赋予社区更大的梦想和更远的影响力 Proa和Tai Hai电缆不仅仅是基础设施 他们是希望 进步和人类联系的管道 当我们驶向数字化的未来时 让我们向普罗纳独木舟和宁静的太黑海浪的遗产致敬